我之前在河南顶创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租了一辆货车 然后跑运输的嘛 然后他承诺是烧妞到郑州的专线嘛 然后他没安排那个郑州到烧妞的 然后我就不想跑来找他退款退车嘛 这退款有什么疑义吗 有一个押金没有退 那4500 那4500为什么没有退呢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 根据焦先生提供的聊天记录 他确实曾跟河南顶创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沟通过 要跑郑州到商丘的线路 但最后公司为何没有兑现呢 之后公司也承诺了退钱 可为何不全额退还呢 我们目前郑州到商丘的线路 可能有司机在跑 我们前期也跟司机去沟通了 你需要前期要熟悉一些我们的项目 后期的话可以就是正常安排正常的线路去跑 就是你家是商丘的 我可以跟你协调商丘当地的项目都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就是咱司机这个原因 包括家庭的原因 他可能操作不了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肯定要给我们一个协调的时间 因为这个线路现在有人在跑 我不能直接就把别人给切掉 之前公司也跟我协调过 然后跑这个商丘的线路 然后可能就现在我有点等不及了 然后就不想跑了 在聊天记录里记者发现 却如公司所说 曾跟焦先生沟通过 先熟悉线路 再协调郑州到商丘的线路问题 但令焦先生不明白的是 公司同意退款之后 为何只退还了13500元的租金 剩余4500元的押金不退 这个18000元是压一负三 就是说押金的话 就是4500元加3个月租金 就是18000块钱 然后按照我们正常的退费流程 你签合同签6个月 如果你中途不干的 这个押金按照常理来说是不退的 押金的是 当时也没说 他也没有明确说不退 作为我们公司 我目前能够拿出来的态度 就是说 在他开车经营的这几天 按照正常的话 我们租金是要扣除的 但是作为我们公司 就是说 一分钱我不扣 4500元的押金 加上他13500元的租金 全我退掉 一分不少 今天下午5点之前全被解约 对于这个处理结果 您满意不满意 满意 如果有后期需要了 咱们重新合作 可以 当天下午 焦先生致电我们 说事情有了最新的进展 就是今天下午5点半之前 他给我转过来了 把这个押金 我现在已经收到了 我现在也要